湖人更衣室赛后给浓眉庆生 眉爹亲自断蛋糕 新秀席维诺被迫唱生日哥一脸生无可恋 北京时间3月11日 安北长国下迎来一场湖人主场对阵三郎的比赛 最终湖人队凭见浓眉哥出色的发挥 款侃27分25篮板 五助攻七抢断三封盖的完美数据 社队先翻了西部黑命第一的三年郎队 而巧合的是 这一天也是浓眉的31岁生日 因此在赛后更衣室 湖人队也是给浓眉简单举办了一个轻生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 湖人队邀请了浓眉哥的父亲进入更衣室 他也是给儿子送上蛋糕 我们可以发现 浓眉不会是他爹亲生的 父子俩长得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 NBA中一直有西部新秀的传统 每个刚来球队第一年的新秀 都会被球队老将捉弄 比如说替大哥跑腿 背粉色书包 或者就像今天这样 谁过生日的 就得领头去唱生日快乐歌 因此作为今年湖人队 实际顺位选中了西菲诺 他也是被迫拉到更衣室中央 给浓眉哥唱歌 看上去也是一脸生无可恋 而不得不说 湖人队这个团队氛围 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目前他们距离西部第八的独行侠 也只有一个胜场差 各位球迷认为 他们能够重出不加赛区吗